在当今主流基督教的围墙内 存在一个主要的思想问题 有一种思想和误解 已经蔓延到那些主流教会的追随者 和那些追随这个世界所推广的 所谓的基督教价值观的人的脑海中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种想法导致许多人 普遍地拥有残缺的信仰 有一大群实际上是在信奉撒旦教义的人 他们还以为他们是在追随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的神 可悲的是 这些信徒从一开始就拥有了错误的思想 他们的信仰从开始就是如此偏离了 除非重新学习 否则撒旦将继续试图控制 那些要到天堂父亲那里的人 有一种思路是这么个说法 当一个人试图让他们的生活 重新回到轨道上时 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开始去教堂 是的 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开始 他们不是被告知有关祈祷 有关和至高者的交流 有关要拿起他们的圣经 有关看看上帝几千年来 一直要和我们沟通的事情 他们也不是被告知有关了解上帝的方式 以及上帝对我们的渴望 遗憾的是 许多时候当人们想要 需要开始接近那至高者时 他们并没有受过适当的引导或训练 教导他们如何做 他们所做的事开始去教堂 然后有一天 在某个崇拜结束后 当牧师做护照时 可能许多人就会受到感动或激励 在护照时站起来举手 然后就这样接受了主的救恩 今天我知道一些教会已经停止做祭坛护照 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千百次 去教堂受到激励或感动 回应护照 带着感觉良好的心情离开 然后觉得他们已经完成这个过程了 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可做的 所以他们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因为他们接受了基督 正因为如此 很多人在接受基督之前 和接受基督之后 完全是个同样的人 没有改变 他们以一种面貌进入教堂 然后以同样的面貌离开 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获得救恩了 因为他们在护照时 说了接受救恩的话 但在这种思维方式中 缺少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而魔鬼就是故意的 让群众不知道这一点 只要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魔鬼就会控制着数百万人 他们将继续让人们远离至高无上之处 人们缺少的那最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呢 人们缺少真正的悔改 遗憾的是 今天许多主流基督教的追随者 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悔改 他们喜欢牧师或教会这样说 你需要做的就是相信耶稣 你已经被赦免了你的罪 你可以走了 只要你接受了基督 你的过去被宽恕了 你可以继续做原来的那个人 很多人是如此相信 也确实如此生活 他们在接受救恩前和救恩后 没有什么分别 他们把每个星期的讲道 视为一次清洗 一次获得宽恕的机会 一个激励演讲 一个充电 然后离开教堂 继续原有的生活 由于这种错误的心态 魔鬼一直在赢得权力和影响力 不仅针对非信徒 而且在教会也是如此 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是时候对抗魔鬼的影响 纠正错误的教义和教导了 这些错误的教义和教导 将悔改至于信仰之外 如果没有悔改的愿望 我们就无法达到至高之处 因为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教义 我想确保在这个世界 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之前 和你分享这主题 我们必须活在悔改中 首先让我们确保 我们理解所说的内容 悔改是什么意思呢 悔改意味着从最终转身 远离罪恶 委身于生命的修正 以改变自己的生命 悔改意味着 对自己的错误行为 感到或表达真诚的懊悔或忏悔 这通常就是 为什么人们回应呼召 来到祭坛前 因为他们想要改变 由于现代基督教的改变 这种人们想要改变的心 变得非常针对性的 人们经常在他们的生活中 找出一两个主要的罪果 然后决定 这就是他们需要改变的地方 教会允许他们将自己 锁在一个盒子里 上面写着他们告诉教会 他们需要改变什么 以及如何改变 然后教会随着他们的意愿 为他们做事 但这不是真正的悔改 你看这世界的基督教做了什么 遗憾的是 他们中有一些 做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工作 就是创造了新的东西 他们成功地将皈依者 转化为宗教活动参与者 他们把信仰变成了宗教活动 他们在意的是教会的人数 不是关心灵魂得救 他们把信仰变成了宗教 把教会变成了社区活动中心 但人们并没有真正从里面被改变 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当我们悔改时 我们不仅是在背离我们过去的罪过 而是背离我们所为之而活的 错误的人生目标 当我们来到弥赛亚面前时 我们不是为了让他进入我们的世界 以便他可以帮助提升我们 我们不是利用他来获得基督意识的状态 我们不是利用他来获得更好的工作 或摆脱我们的仇敌 购买新房子或实现我们的财富目标 或为了实现任何今天现代基督教所教导的 其他世俗观念 我们接受基督 不是为了让他帮助我们获得这个世界 不 当我们接受弥赛亚时 因为我们要远离这个世界 不再为获得这个世界而生活 而是过着时奉纳致高者的生活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教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因为虚假的成功福音和新时代教会的教导 这成了许多教会一直不变的第一条思路 人们以为接受耶稣 是为了获得幸福安康的生活 人以为接受了救恩 就可以安心回家 然后以后上天堂 人们以为接受了基督 就可以每个星期到教会 为一个星期所做的事情 祈求上帝宽恕 然后继续生活 你必须明白 当你接受弥赛亚时 你不再为自己而活 而是为我们的创造者而活 以便将他的王国带到世界上 这是我们作为信徒的使命 你还记得耶稣怎么叫我们祷告吗 马太福音六章十节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但是很多人都错过了这个想法 他们专注于自己 并在地球上建立自己的王国 因此 他们没有让天父在他们的身上充分工作 以使他们成为心造的人 我要说的是 你必须完全悔改 不是选择性地悔改某些罪过 而是你生命中一个全面的逆转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至二十一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心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你看这是说 当信徒来到弥赛亚时 他们与基督联合 使他们成为一个心造的人 我们作为信徒 接受弥赛亚把我们恢复到最初被创造的样子 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的生活应该改变 因为我们正在被转变为弥赛亚的形象 与其过着自私 为自己的生活 信徒活着为了弥赛亚 与其用世俗的价值观来评价他人 一个信徒通过信心的眼睛看这个世界 当你这样生活时 世界看起来就会大不相同 你可以通过我们创造者的眼睛看到 即会明白为什么世界上的事情会发生 当你作为一个心造的人活着 为我们父亲的旨意而活时 你就会忘了在你信主前 撒旦在你身上赋予的生活目标 你过去是为了撒旦的目的而生活 而现在你专注的是你的天赋 原本赋予你的生命旨意 就如《根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所指的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我们作为信徒是弥赛亚的代表 我们被召唤在一个反抗之高者的世界中 担任使者 所以如果你声称是属于那之高者的 那么你不仅要远离罪恶 还要远离这个世界让你为之而活的目的 为了阐明这一点 矩阵的比喻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自从你出生以来 撒旦就试图将你的思想困在一个 让你生活在毫无意义的 没有结果的矩阵中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侍奉自己 最后无可避免地导致你去侍奉撒旦 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都在沉睡中 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如果他们要醒觉 然后悔改并从生 紧紧远离当他们被困在 矩阵中的一些错误行为 是不足够的 他们依然还是无法摆脱矩阵的捆绑 只是可能情况好一点 他们仍然被困在撒旦的世界里 仍然朝着撒旦的目标努力 为了让他们悔改 觉醒并成为一个心造的人 他们必须离开撒旦的矩阵母体 并为纳之高者而活 这样他们的人生目标才会开始发生变化 这就是许多人在悔改生活中所遗漏的 我们必须为他的国度而活 悔改包括转离我们的罪孽 以及过着以我们赴的国为中心的生活 今天我们必须悔改并远离这个世界 这种忏悔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受欢迎的 他们不想如此完全的悔改 他们依然想要基督的救恩与祝福 只要他们能够同时拥有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东西 他们希望与与熊掌兼得 但这不是完全的忏悔 他不会带你走向真正的生命 当你真正渴望我们的救主时 你将渴望为他而活 你会为你曾经的生活方式感到真正的悲伤 这使你不得不转身 因为真正的悲伤使你产生悔改 导向救赎 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你必须真诚地寻求主 让他在你里面工作 净化你 约翰一书第一章八至十节说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使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的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听着 现在是你与那之高者修正的时候了 然而 这不是你必须靠自己完成的事情 雅各书四章八节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你看 有时我们觉得为了亲近神 我们需要在自己这方面 做很多工作和解决问题 与他修正关系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实在是太难或不可能达到的任务 如果你这么想 那是魔鬼在和你说话 让你气馁 你必须知道 你不是一个人 在这场战斗中孤军作战 这个修复关系的工作 不是你需要靠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做的 就像历代之下二十章五节所说 胜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神 是的 这场战斗不是你的 而是神的 但你必须来到他身边 给他生命中的主权 这样他才能为你而战 这世上没有什么比圣灵的力量更强大的了 基督的鲜血为你而流 让你战胜一切对你不利的东西 要让基督在你里面工作并非难事 但如果你决定挡住他的路并阻止他 那就使事情变得困难或不可能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悔改 现在就是时候了 你可能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该怎么做 对于任何想要更接近我们父亲的人来说 以下是清晰和简单的步骤 对那些原本打算这样做的人有所帮助 第一 你必须以基督的名义 就是奉他的名和我们的天父祷告并忏悔 有关是否使用他的西伯来语或英语的名称 这个话题有很多分歧 我在这里不讨论 请不要错过我所说的重点 请你以他差派来的圣子的名义 与我们的圣父交谈并悔改 这是你靠近他的第一步 对他诚实 向他坦白你的心 告诉他你想跟随他并顺服他 并请他帮助你做到这一点 你现在正开始与他建立个人关系 第二 每天读他的话 并在生活中应用你所读的 有很多人读过他的话 但没有实践行动将所读的的内容 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因为这需要他们做出改变 不要只是做神话语的听者 而要做他话语的实行者 阅读圣经不是我们应该逃避或敷衍的事情 如果你想更了解父神以及他对你的期望 这是你必须乐意且喜悦 始终如一地做的事 让我给你一些建议 一 最好每天至少阅读一章 当然 如果你读得更多 那就太棒了 但是每天阅读一章的习惯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方式 你会惊讶于这个简单的习惯 让你多快地读完整本圣经 在你开始新的一天之前 阅读他的话语 并与他交流 二 建议你从约翰福音开始 然后读马太福音 再到使徒行传 然后继续直到启示录暂停下来 不要读启示录 直接从创世纪开始 然后完成所有的旧约书 再回来读启示录 明白旧约很重要 不要听其他人告诉你 只要读新约就好 我建议你从新约开始 是为了让你理解我们的弥赛亚 因为没有他 你就不能来到负面前 如果你想完全理解他 并跟随他 你必须阅读旧约 三 除了你的日常阅读的章节 你要读诗篇及真言 也就是说 这两本书和你的每日读的章节是两回事 是同时另外要阅读的 第三 转离你的罪 你已经说了悔改的话 并开始读圣经 你现在必须远离你过去的罪恶 远离任何让你软弱的事物 不要忽视这一点 为此 你必须借助基督的力量 但你必须真正拥有内心的渴望 才能让他在你身上工作 第四 排毒这世界 把自己从所有的娱乐 和让你分心的事情中解脱出来 如果你要开始节食 使自己变得更健康 那肯定的 你不能一边节食 一边又吃垃圾食物 你需要排毒 去除那些对你身体系统有害的食物 开始摄取正确的东西 如果你听的是鼓吹不道德 是跟随世俗价值的音乐 你怎么洁净自己呢 如果你一直看的是不义的影片 浏览的是不雅的线上内容 那你必须对这个世界做个排毒 你必须认真地看待这一个步骤 第五 停止跟随这个世界的方式和传统 你要跟随我们天上的父的教宗 世界向你推广 某些世界所认可的行为 那是世界的谎言 让你处于虚假的宗教束缚中 你必须打破这些枷锁 按照神的话语 而不是人的话语生活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第六 找出你生活中潜在的偶像 并将他们移除 请记住 偶像不只是你跪拜的东西 偶像崇拜的意思 是一个人对某样事物中度或极端的依恋状态 钦佩 奉献 崇敬或爱 或任何剩余你对至高者的依靠 奉献 崇敬或爱的事物 许多事物在你的生活中可能是你的偶像 而你没有察觉 应该没有任何东西比那至高者更优先 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将他们完全排除在你的生活之外 比如 你的家人很重要 当然不是说要摆脱你的家人 但在你专注于实现神的旨意时 你必须重新确定他们的优先顺序与重要性 有的人因为家人而远离了神 家人可能就成了你的偶像 记得 当你全心在侍奉那至高者时 你是在以你家人最需要的方式 同时在侍奉他们 第七 你必须背负你的十字架 基督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正确的期望至关重要 不要期望跟随基督的决定 不会面对挑战 你会遇到积极的仕途 让你转身离开的反抗 背负你的十字架 意味着你必须知道 你将遭受预期的迫害 怨恨 遗弃 挑衅等等 并借着圣灵的引导来对付这些挑战 魔鬼不想让你悔改 所以他会来对付你 如果你理解这一点 并准备好处理他 他就会逃离你 第八 明白去教堂不是必须的 由于现代的教会文化 这对人们来说很难理解 我必须说明 环境确实非常重要 请明白我试图表达的 我不是说你不要和心意相同的 真正的基督跟随者团契 教会不一定是想 今天我们看到的 有众多人的巨型教会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你的教会不需要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是一个大型组织 所有的教会都不坏 但所有这些教会也不一定是好的 你不一定要永远对一个教会忠诚 让基督知道你他所想要的路 以及他希望你如何发展与他的关系 我试图表达的是 不要认为你跟随耶稣 就意味着你要急着跟随他们去教堂 请先理解神的话语 然后他会帮助你知道 你要在哪里成长 不一定是你被带去的教会 这不是关于去参加教会 而是成为教会 有多少人去的那些教堂 并没有信仰在当中 如果这些教堂没有信心 他们也会除掉你的信心 如果你有一般志同道合的团契 那是祝福 我要说的是 仅仅因为你试图追随上帝 并不意味着你现在立刻需要加入 某人的教堂或某个团契 那是现代基督教 即使是在你的家里聚会 和家人或志同道合的信徒在一起 诚心诚意的 那也是没问题的 第九 记住 这是关于个人关系的 这不是有组织的宗教 这是你和我们的创造者之间的连接 专注于与他建立亲密关系 从而始终保持对他的信靠 他有一项特别的任务要交给你 他对你有特别的旨意 我们的信仰不是千篇一律 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不是每个人都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他造你有他独特的原因 因此你必须专注于你与他的个人关系 如果你把这些步骤付诸行动 你将更接近我们的天赋 你将过上为他事奉的生活 世界正朝着一个非常特定的方向发展 你必须确保你朝着和其他人相反的方向前进 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 似乎看起来都非常世俗 就像根本与上帝无关 但这与事实相距甚远 这都是有关你个人的信仰 关键在于你相信谁 你的信心有多深 这就是为什么正确地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这样那安叔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真言二十八章十三节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横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 必蒙连续 亲爱的朋友 获得这怜悯并非宽恕 对你来说还为时不晚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正确 真正为重要的事情而生活 通过这个影片 你现在已经获得一个如何做到 让你感到幸福和被爱的蓝图 我们真实地生活在末世 他正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进入他的国度 他对你无比关心 以至于他与你接触 并引导你悔改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人们觉得福音是不需要的 好像没有人教导忏悔和如何亲近我们的天赋 让我们经常保持警惕 经常重温这样的信息 以确保我们找到亲近主的方式 并信靠他 在你的生活中 选择他吧 让他成为你的优先 将你的生命奉献给他的国度 并以喜悦和高兴的心情服侍他 请注意 他现在就在呼召 你会回应他吗 我祈祷你这样做 接受他的呼召 如果你领受到祝福 请你点赞并与他人分享 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 也请你记得订阅 感谢你听从你内心的召唤 上帝爱你 上帝保佑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